陆总 这网上越传越邪乎了 这怎么还要把你和香四姐 怀孕的事情牵扯到一块儿的 说哪孩子是您的 这不扯吗 新闻的传播速度很快 覆盖范围很广 转发的人多了 可信度就高了 现在还有一大堆黑粉 黑你跟乔乔 你说这有没有道理啊 黑我可以理解 黑乔乔为什么 因为我这肚子不争气 和你感情不和 导致你要出轨相思 让你国民老公的形象破灭 微博留言都看过了 时间能证明一切 我没关系 我只是怕你和香四 假新闻被打击之前 都会被当真相看待 要是我们不打击假新闻 会造成很大方面影响的 我同意 哥 必须采取行动 你有什么建议 既然大家攻击的是你们两个 我建议 把你们两个秀恩爱的形象 给重新建立起来 秀给他们看 秀恩爱 对 这 大家既然觉得你们两个婚变 那么我们光明正大地告诉他们 你们两个恩爱的 对了 哥 过两天有个慈善晚会 到时候你俩一块去 让他们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国民老公 谢谢 figure 我 敬宅 你也相信 我和秦总有染吗 你们有吗 连你也觉得那粉纹是真的 巧巧 你都说是绯闻了 还紧张什么 哪怕有一天 你跟我说 你因为爱上别人了 而要离开我 我也不会离开你的 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 那我们一起去厮杀阿慧 破除那些谣言吧 好 求安好 你竟然和秦总关系也密切 我可又多抓了你一个把柄 这回我要在慈善晚宴 彻底争夸你 拽了 陆先生 要不要回应一下婚变的事 陆太太 您跟秦总是不是曾经在一起啊 陆先生 您相信您的太太吗 李一传媒是怎么看待这道婚变的 是谁传的心里有谱吗 是谁传的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只是我们家乔乔会不会受伤 如果谁真的害他受伤的话 那就请做好和我 还有李一传媒永远敌对的准备 我这一生只爱几年一个人 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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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是他问题的 请先回答一下啊 陆先生 我给你介绍一下 智乳哥领域传媒的CEO陆锦言 他身边的是陆锦言 你这场恩爱秀秀得不错嘛 不过 很可惜啊 你这场秀很快就要被毁了 你身边的这位陆太太 凭你还要放她 她蛮任气的 勾引了你的竞争对手 珍惜 我尊重你曾经的付出 但这不代表我可以让你在这里随意侮辱乔乔 你在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比我清楚 这就是证据 我相信乔乔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 你要是再这么无理取闹的话 就别怪我不客气 陆锦言 我本来以为你会私下跟我和解 没想到 是你逼我的 我要让你们身败名裂 大家都好好看看 看看你们的国民老公找了个什么样的好老公 天呐 珍惜以前是这样的人吗 是不是那个被告语言中偷顺偷顺的那个谁吗 珍惜和他有合作啊 他这是想自罚还是想害人 真搞不懂 珍惜 这就是你所谓的证据啊 我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 不 这不是我的 这不是我的证据 你的 是你 是你调包了我的证据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父亲勾引了几年的竞争对手 你还陷害我 把他出去 抱歉 姐哥 我们走吧 放开 放开 我录了几年 在此重申一句 我这辈子 只爱悄悄一人 真幸福啊 不愧是我哥 你 哥哥是陆锦年 那个演员 是啊 不过他现在 半退居幕后了 主要啊 是传媒公司老板 乔悄就是他老婆 他原来没有跟我开玩笑 他真的有老婆 对啊 乔一就是乔悄的艺名 你没事吧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我把回忆 走着你 说风就是雨 撤得还真快 家牧 你又在这儿 调戏别的女孩 小心 我告诉相思啊 你可别乱说 那是桥安夏 可是你唐姐 那怎么不把她留下来 跟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她可能有事吧 不过没关系 以后啊 有的是结婚见面的 对了 哥 你刚才真的帅 所以啊 你可不能 被你哥比下去了 好香啊 那你就等着 好好吃早餐吧 我不想洗脸 不想刷牙 不想离开你 我要粘在你身上 让我好好看看 那我得好好刺喷刺喷 卢太太 走了 刷牙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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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